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怀胎十月一直到baby的诞生 我觉得是一个女人当中 很难忘的一个美好的经验 而且她也是无法替代的 现在越来越多人 在生完小孩之后的第一个月 除了要迎接新生儿的喜悦之外 当然有些新手父母也会有一些 措手不及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坐月子都会选择 在所谓的坐月子中心 不过今天我要带你看的这个月子中心 跟一般不一样 她整个空间走的风格 我觉得大家一看应该就知道 这样子的美式温馨居家的风格 没错就是出自首惠女王张欣之首 这个月子中心要营造的是一种 温馨居家的感觉 让她不像一般的月子中心 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说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居家风格 可是你家里还没有改变成 这样的装潢的话 那么不妨在坐月子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来先感受一下 美式风格的温馨氛围 同时在坐月子的时候 也好好宠爱自己一下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一间不同于一般的坐月子中心 首惠女王张欣擅长衣服八二手法 创造美式无眼的空间 观众朋友今天一定很好奇 以前我们看到张欣的居家空间 就是走美式温馨的风格 但是真的很惊讶 因为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月子中心 它既然也可以用这种美式温馨的居家空间风格来呈现 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月子中心想生小孩吧 没有 但是我看完的感觉了 因为这个是女生最浪漫的一个梦想 其实当初就是屋主来找我的时候 其实她住家就是像这样子的风格 所以当然她在坐月子中心的时候 就是她也会希望说 女生喜欢的这种美式风格的住家 能够进到这个月子中心来 她真的梦想 就是一般人如果是说做月子中心做生意的话 是不会放这么多梦想在里面对不对 对 可是一般人都会认为你都是做居家啊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在比较早之前 就是说我有做过餐厅的商工 然后也有做过一个SPA馆的商工 所以就是因为屋主也刚好看到我有这些经历 所以还有就是说我专长了这个美式住宅设计 所以她就决定找我做设计了 真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的家如果还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风格 我怀完孕生小孩之后 我倒是可以在前一个月对自己好一点来体验一下 对因为在这边可以得到完整的照顾 今天这个空间我知道的屏数 300屏还蛮大的 虽然我已经看到它是一个装潢完成后的美式居家风格 可是我觉得基础工程看不到的地方更重要 因为今天这个案子算是旧物翻新的一个工程 而且它是在一个旧大楼 那月子中心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套房的设计 房间要很多个 对很多个 那我们在做套房设计的时候必须做架高 因为会有一些厕所的管线要过 那这么大300屏的屏数 你要做一个垫高的动作的话 其实会一般可能会用水泥沙浆去做垫高 可是会增加楼层的一个负载 我们会考虑到安全性 所以在这个月子中心我们在做隔间也好 地平架高也好 就是比如说在做隔间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一级的防火箭台去做 然后在做地平架高的话 我们是用洁净化的地板做架高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环保 我们在这个规划上一共有22个套房 那当初我在规划这些房间的时候 因为想说就是比较商工的那种饭店化的设计 就会从一同第一间到最后一间 可能我们采取同样的一个设计的手法 可能颜色上也是 可是你知道就是你知道坐在当中的时候 你知道就是设计师的梦想 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当那种妈妈的梦想就来了 这间要用什么颜色 那间要贴什么壁纸 然后就越想越多 结果22间坐下来 其实每一间的感觉都会略有不同 这一间的月子中心 它走的是比较阴式的风格 那我们在房间里 可能会有一些水蓝色的设系 还有一些大地色的感觉 还有一些就是大家最爱一个 Tiffany Blue的颜色 就是那有点高贵高贵的蓝色的感觉 哇讲的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很想去看看说 这间月子中心到底可以做成怎么样的风格 可以让就是妈妈们在第一个月当中 完全的放松她的心情 我们现在就带观众朋友进入今天这个 非常有氛围很温馨的月子中心 来我们给观众朋友猜一下我们现在就是什么空间 当然这里不是书包区啰 其实它是一个你进来就是月子中心 它会有一个换鞋区 换鞋区都做这么精致喔 对 然后就是说你要进去换宝宝跟妈妈嘛 你看你要洗手消毒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洗手区 那这里呢 它就是换鞋 你的鞋子可以放在里面 然后穿干净的拖鞋进去 对 那这边呢 它这边其实是一个客用卫浴 我们来看一下 哇连客用卫浴都好浪漫又梦幻喔 对就是说它其实整个大厅的感觉 其实都是一个蓝白色系 我们到就是一个公用的洗手区 到一个客用的话 全部走一样的感觉 然后带一点壁纸的一个温馨感 这边是比较粗的纸条壁纸 里面是比较细对不对 对 它就让它精致度看起来层次不同 然后我们下面是搭一些 比较进口的那个壁砖的感觉 去做一个那种英式风格的那种壁纸 有没有 它是上下层的一个搭配 好想坐在这边 真的是我啊 好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进来的换鞋区 跟它就是客用卫浴的部分 对 好棒耶 可以吃吗 可以啊 可以吼 我们在大厅这个区块呢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精致的小角落 我们可能呢 放些糖果啊 一年四季 比如说圣诞节啊 母亲节 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些 相关节日的一个妆点 然后小朋友来 可以拿拿糖果吃 不错耶 很棒吧 其实在这个大厅有很多精致的角落 像这个壁炉 它其实是一进来的一个主景 等于是我一打开大门 就可以看到这个壁炉的感觉 它其实就是一个主题 那这个壁炉的话 我们做的其实是比较偏美式风格的一个设计的感觉 那在壁炉的上面呢 我们可能摆一些很精致的相框啊 竹台 去对应到整个空间的一个主题 另外我喜欢这个高度 因为它让你这个主题 看起来是震得住全场是有气势的 对 而且在高度的前方 我们就设定了一个比较精致的桌椅 让它跟壁炉的感觉 其实是有一个层次的感觉 那在壁炉的两侧呢 我就做了一个经典的双开 玻璃的紫门的设计 让它这边的动线 它其实是两项 比较灵活的可以进到内部的空间 好啊 那我们就带观众朋友到后面去看看了 大家一定很好奇又很想进去 是啊 我想透过这两站经典的这个玻璃格子窗 我们要正式进入月子中心 比较属于妈妈们的一个空间哦 对 因为那个倩宇你刚进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是我们从一个蓝白空间 进到一个大地色的空间 有什么样的感觉 前面我觉得感觉比较美式 对 那这边的感觉比较贵气 比较 像一个音室 对 我们在这里塑造 其实是一个音室下午茶的空间 然后我让整个就是 感觉是比较沉淀下来 所以采用一个大地色系的感觉 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妈妈教室 比如说它会有一些 定期的长父母在那边上课 然后或者是说 它会举办一些音乐会 可以跟一些妈妈 或者是来看你的客人交谈的时候 可以在这样子的空间 这个空间最吸引我的是 它竟然会有一个很有质感的白色三角钢琴 对 这边就是屋主有一个梦想 它其实是一个钢琴老师 然后就是它一直期待能够举办一个那种音乐会的感觉 所以这边其实是它的事业与它的梦想做一个结合 所以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弹钢琴给新生的baby还有新手的妈妈 对 还有就是全家人来听 是 哦好棒哦 这个设计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嗯 所以座位区的设计也就是很随性的咯 嗯 它其实座位区它就是一个坐落室 嗯 那边一组的感觉 让比如说 哎 你看千亿我跟你这边交台 然后它会有一个安全感 它就是一个 一个聚落一个聚落的感觉 嗯 嗯 OK 哇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感觉就像进到一个 好朋友的家 是 它是一个方形的感觉 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带观众朋友去看一看这些廊道 还有每个房型里面的设计咯 嗯 其实啊在这间月子中心 我很喜欢走在这个廊道的感觉 我讲不出来 但是它有一种让我回想到住在英国的旅社的feel 对 在这个这个廊道啊 它其实在这里是一个回字形的设计 所以其实它廊道比例占的还蛮大 等于是回字形嘛 那房间就是绕着这个廊道在走 然后婴儿的是那个房间在正中间 其实就是在中间 嗯 这种风格的话 其实廊道在 站在这个就是空间的比例 其实它是最重的 嗯 就是说我走在这个廊道 我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格 还有一个沉淀的感觉 其实当初屋主龙它想要用的是蓝白色 嗯 可是你知道当蓝白色它就跟大厅一样 你一进来的时候空间整个是比较平的 没有层次跳不出来 对 它会没有层次感 那因为如果说我们是 现在是用这样的大地色 然后我们走在这个廊道里面 然后当我们开启房间门的时候 才会那种柳暗花明又一寸的感觉 是亮的感觉 是亮的感觉 好 那这个廊道既然它的面积这么大 你的设计的一些材质上面 你怎么样去搭配 嗯 像廊道的部分的话 我们走的是比较英式的感觉 嗯 那就是说我们上面是用一种线条的壁纸 嗯 下面呢其实是一个书面的壁纸 然后搭上就是用那个古典线板 它去做成一个扶手的感觉 去创造这个英式的风味 这个线板不是平面的对不对 它有往外拉一个立体的空间 对 它就是作为 也是作为一个扶手设计 它等于是两用的 所以孕妇 产妇 已经生完了 要散步的时候是可以扶着这个扶手 在这边绕圈圈的 对 哦 好贴心哦 而且我希望走在这个廊道的感觉 其实它是比较温馨的 所以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避灯的设置 所以你会看廊道看过去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避灯错落的感觉 那是你的画吗 对 这边都是我的画 其实当初也是阴错阳叉 就是屋主看到我的画 说很适合我们这个风格的那种味道 而且外面其实你也找不到 所以就是说我复制了很多 就是我画的画 然后挂在那个廊道的感觉 可是你可以边走的时候边看 那这个廊道呢 我们还有做了一些 就是比较角落性的设置 比如说你看可能 你在那种国外的饭店 一走一走就有一个座位去 可以坐下来 就是这边的一个 它是一个茶水区 兼一个书抱区 它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精致 比较舒服的角落 对 那这个廊道跟刚才我们看到这个 妈妈教室 教义厅的这个地方 感觉就走的是比较英式的风格 对 那可以看房间了吗 好想去看看房间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去房间看看吧 OK 哇 终于看到房间了 诶 真的 就算没有生小孩也想要来住这个房间 对 其实我们设计的每一个房间 其实大家都有它的温馨感 嗯 那我们在就是房间的设计上 大概分了三个种类 本来想说同一种设计 然后就是从第一间到最后一间 都一样的感觉 对不对 对啊 可是当初后来决定刷漆设施 之后就开始想很多 那就是现在我们房间设计就分为大地色 嗯 水蓝色跟一个就是所谓的 嗯 湖水绿 蓝绿色的系列 嗯 那在大地色的系列呢 就是说我们有的是用刷漆 嗯 的方式来表现 有的是贴壁纸的方式 可能下面有刷漆色 然后上面有一些花的壁纸 然后呢 在天空蓝的部分呢 就是有的是整间全部是以刷漆来做 整个蓝色的表现 那有些蓝色呢 我们是贴那种花的感觉 嗯 去做一个呈现 像我们在这一间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湖水绿的颜色 那我们在床的可能侧边 到床头面呢 我们整个是贴 镜头壁纸的感觉 然后我们可能在这边 它是以刷漆色的方式来做表现 让它感觉是有轻有重 你可能住在这边一个月 也不会觉得腻 除了色系之外 有没有在其他的地方 还有一些变化系 有 我们在每一间的线板上 都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 嗯 那就比如说像天花板的线板 就是我们每一间其实都有 因为它这个是 英式美式最主要的一个基底的元素 嗯 那有一些空间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走一些腰板 就是腰线条的设计 腰线 它是走在就是中腰的部分 然后我们可能让上下的刷漆色不同 有些是壁纸 或是上下都是刷漆的感觉 嗯 那有一些踢脚板标准的高度 我们几乎每一间都有 但是有一些踢脚板的高度 它是比较高的 大概在30公分左右 嗯 那有一些线板的感觉 我是落在像这个高度 不是到底吗 对 往下稍微降一点高度 就是往下加一点高度 就是让空间看起来更跳高 而且就是每一间的感觉 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真的 住进来住久 你就会觉得这个房间 这一个月都是属于你的feel 是 好 那像这一间我们看到 你说它是属于比较标准的 月子中心的房型 它包含哪些空间跟机能 就是我们在进来的时候 入口有一个给妈妈挂衣服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冰箱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洗手台 台面都蛮大的 对 比如说你在上面有一些 譬如泡茶水啊 一些这些的作用 然后包含就是我们进来 所有的灯都是以LED灯为主 OK 而且我刚看一下 胃郁空间干湿分离嘛 就是适合 就是一般套房的模式在规划了 对 而且我们胃郁空间的瓷砖 也都有不同的变化 我知道啊 你拿手的那种拼贴方法 是 OK 好 这个是一般的这种月子中心的房型 如果今天我怀孕抹生 你会对我比较好 对不对 对 那你会介绍我那种 Super VIP可以住的吗 有 我们来去看看 OK 嗯 嗯 这间超级VIP住的 对 感觉空间比较大 因为这间呢 它就是分成 应该讲MIP MIP VIP更高的单级 超级VIP 对 它就是分为客厅区跟睡眠区的 两个区块 然后就是当然客厅区我们就会比较有一些比较精致的那个沙发椅跟单椅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在睡床区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延续性的那种白色喷漆古典墙的味道 嗯 所以有可能就是先生来看太太的时候 对 然后如果太太在睡觉他就把它转过来 对 我坐在客厅这一区看电视就好 对 因为它这个区块的话就是说它的空间动线是比较大 那可能说你可能也有朋友进来的话 这边的感觉是它是会比较舒服的 OK好 而且它这边好像是有比较大片面积连续的采光面 对 它是一个连续的落丁采光面 让空间的延续性是比较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漂亮的收框 有啊 空间的界定 对 厕所呢 厕所的话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黑白古典的一个听花的感觉 嗯哼 对 好 其实啊我觉得真的现在的人越来越会疼爱自己了 嗯 生完小孩之后的第一个月 如果你可以让人生心灵是很放松很愉快的 我相信就不会有什么孕妇啊有那种产后有余疹了 对 对不对 这样的空间心情会好到不得了 嗯 我猜假如每个孕妇都知道自己生产完后 可以有一个这么舒适又安心的地方 度过坐月子那一整个月的辛苦 或许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想生baby的意愿 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啦 至少我就是这样